从入世到官制一品需要多长时间,清代官场对此是有一个基本定义的,即有其使唤之日,凡35年而制一品,急速者亦30年,就是说,运气好的需要35年,最短的也要30年,这个说法只是大概的,并不绝对,绝大数为官者,恐怕终其一生都无法做到一品,而有些运气极好者,则用不了30年,就可以跨入一品大员行列,预始这一期就要讲一个特例, 此人从支县做起,历人之府,道元,岸查史,布正史,巡抚,最后做到直立总督,兵部尚书 前后总共花了25年时间,不仅如此,此人并非举人,尽是出身,而是以捐班支县入室的,在有清一代的汉人官僚中,有如此恩郁的,仅有乾隆朝两个案例,一个叫李世杰,另一个则是本文要讲的刘娥,读历史,名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刘娥出生于山东善县,家里的条件也算是比较好,因此,她从小开始,家里人就比较注重她的教育,而刘娥也是在读书上非常的刻苦,每天都早起晚睡,势必要考取一个功名来光宗耀祖,但是,她的命运非常的坎坷。 每次考试都会落榜,因此,在忙碌了半生之后,也只是混上了一个秀才的称号,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,她不甘贫寒,就让家里人花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后补的支线。 这种方式在当时也被称为娟娜,清朝时行的是科举制度,所以,除了参加科考之外,还能让人举荐,也就是娟娜,但是以科班走进仕途的,被人称为正途,而以娟娜的方式得到官职的,则被人们称之为意图。 之后,刘娜被安排到了保定府驱阳县之县,而这时候的她已经年到三十六岁,虽然是一个娟娜的官员,在职场上并不受待见,但是她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,为当地的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,刘娜在上任之后,她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,处理了当地的各种以前所存在的问题,还剿灭了当地的匪患与贼道,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,因此,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, 在乾隆二十八年的时候,被升迁到了婉平县当县令,虽然官职和以前一样,但是婉平县在当时是属于京县的,因此,品级为正六品,这个京官也是不好当的,因为在京城,遍地都是权贵,所以许多事情处理起来都是比较麻烦的,但是刘娜凭借着自己的胆识,与这些人争斗到底,为京城的治安立下了汉马功劳,乾隆皇帝都被她的为人所折服, 在乾隆三十六年的时候,她被晋升为了永平之府,在这个职位上,她仅仅只是干了一年的时间,就又得到了升迁,成为了通永道的倒台,在成为倒台之后,刘娥的政治能力逐渐被释放了出来,她积极地督促各地的官员屡职尽责,还对西北边疆所隐藏的问题做出了有效的调整,比如有效调节了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, 从而稳定了西北局势的稳定,有效地促进了西北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繁荣,在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,她因家里母亲的去世,向乾隆请旨,希望自己可以回家守校三年,但是当时的湖陀河河道淤塞,致使沿岸的多地都发生了险情,因此,皇帝希望她代理岸查史前去处置,到乾隆四十八年的时候,她已经干到了直立总督, 在这个位置上,她更是兢兢业业,不仅镇压和平息了多地的叛乱,还抵御和击退了各地的外敌和侵略者,在直立总督的这个位置上,她是整个清朝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督,留额一干就是几十年,在位期间,她时时刻刻都在为百姓着想,为了能使南北方的交流更加的密切,她奉命去修筑了京航大运河,期间,动用了十万的民工和军队,修建了许多的水坝, 码头和桥梁等设施,大大提高了清朝的航运能力,从七品的支线,一路走到一品的总督的位置上,一般人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间,但是留额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五年时间,在升任总督之后,她得知辅国公红整,仗着自己是皇室的宗亲。 派人到静海地区占领了官帝,但是碍于其的威严,没有一个人敢向皇上揭发其罪行,因此,留额听说后,气愤不已,她在私底下收集了有关证据之后,就向乾隆皇帝揭发了辅国公红整的相关罪行,最终对方被隔绝查办。 乾隆皇帝也因为她敢与权贵抗争的性格,对她格外的喜欢,许多的大案件,都交由了留额去办理,在此过程中,因为她平时办案的刚正不阿,得罪了不少的权贵,这些人在日后,给她的仕途上带来了很大的阻碍,虽然在任总督的期间,乾隆对她的信任是比较强的,但作为皇帝的,对每个大臣还是都有戒备的心理。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,乾隆皇帝寻有五台山,游额为了乾隆能在路上走得舒服一点,所以就在沿路的低洼地带,搭建起了无水的桥梁,此事被大臣们得知之后,在乾隆皇帝的面前大作文章,说她耗费乾粮,做了许多劳民伤财的事儿,这些桥梁对当地的百姓毫无用处等等,而乾隆皇帝也是因为此事震怒不已,认为她的做法太劳民伤财,所以就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 还对她进行了降级的处理,虽然级别降了,但是对她的信任还是依旧存在的,因此仍然让她任直立总督这一职位,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,彻底让她失去了一切,差点弄个永不翻身的后果。 原来,在乾隆55年的时候,寻成御史在京城抓获了一名土匪,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之后发现,这名匪徒在过去居然抢劫过建昌的钱铺,但是在后来,她被官府所抓获,被关在大牢当中两年,而她在此期间,瞅准时机便越狱而逃。 听到此事,乾隆震怒不已,马上就将曾经当知府的刘娥传唤上堂,并且将她革职查办,当时的刘娥已经年近七十,因此,乾隆皇帝也是不忍心对她降罪,只是将她遣返回家,两年后,又将其调回了京城,升任了兵部侍郎的职位。 在后来,她去世之后,乾隆皇帝也是为这位大臣的离世深感痛心,所以就特意为她写了纪文,并哀悼了她的离世,刘娥的一生,可谓是艰辛而又传奇,因为她走到了自己的那个起点不应该到达的高度,而且所用的时间也清朝历史上的独一份,在任官期间,她的恪守本职,从不逊私枉法,面对权贵的压迫。 自己也是丝毫不胆怯,因此,她的性格也是乾隆屡屡提拔她的原因,但是后世的任认为,虽然她但是性格刚毅,什么都不害怕,但是却过于讨好乾隆,所以在做官的期间,犯了许多低级的错误,刘娥的一生,充分证明了才能和能力远比背景和出身更为重要。 她虽然走了许多弯路,但最终还是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官员之一,而对于我们来说,她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努力和坚持,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,在清代的政治舞台上,能力和成绩并不总是保证成功的关键。 刘娥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的直率和刚硬,虽然赢得了民心,但也触动了宫廷内部的敏感神经,她的一些行动,尽管出于好意,但被认为是冒犯了皇权,或是浪费了国家资源,这最终导致了她职位的动摇,尽管遭遇了挫折。 刘娥仍然保持了她的原则和尊严,继续在其他职位上服务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她的生涯以及她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,提醒我们,即便是在一个重视传统和等级的社会中,个人的努力和才能也能创造出非凡的成就。 刘娥的故事证明 真正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你如何开始,而更在于你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,以及你为之付出的努力,她从支县一路升到直立总督,这本身就是个奇迹,再加上她为官还算正直,历史书上对她的评价也是功大于过,唯一的不足就是太阴和乾隆了,结果反而搞砸了一次又一次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顺手点的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